在未来世界 只要对着别人拍照 就能一秒生产出对方的人皮服饰 而大熊之所以要当披着虎皮的熊 完全是因为大熊吃蛋糕时的一阵酸爽 正所谓牙疼不治药宁 小多拉建议她去看牙医 可大熊是一名根正苗红的文医色变小耸逼 小多拉只好开启化疗模式 表示得了蛀牙 一个传染俩 一想到自己会掉光整口牙 颜值无法撑起整部动漫 大熊就一脚地板油杀到了牙科医院 可她还没挂好 就被医院恐怖的氛围吓到洒油那拉 并利用峡谷三表的敦草丛技能成功躲过小多拉 然后一路狂奔 在街道拐角处撞翻一人 她刚要开骂 就发现此人是她的曾孙世修 但此时可不是爷孙乐的时间 因为世修穿越时空是来避难的 原来她跟大熊同病相连 也得了蛀牙 多拉每知道世修怕疼不肯就医 就当了大忽悠 把她骗到古代之牙 可傻子都知道这明显就是骗局 因为电锯钻牙怎么可能不同 其料两人吐槽正嗨时 两个重量级选手就杀到了背后 多拉每掏出魔术手套 一把抓住了要逃跑的大熊 眼看同病相连的同伴要被电锯钻牙 世修二话不说套上挠羊手套 让多拉每爽到差点大小便试镜 这才给几方两人制造了逃跑时间 为了不再被抓去就医 两人才打造了虎服二人的人皮服饰 自从穿上虎皮 大熊觉得自己都能一拳一个小朋友 然而就在此时 小多拉两人找到了他们 并向他们请教大熊的藏身之所 两人一口拒绝 毕竟不能原地自爆吗 可两人奇怪的声陷 还是让两个重量级选手怀疑 此二人的皮囊下藏着另一副身躯 但苦于没有证据 只能先放过两人 可大熊刚苟命成功 小多拉就遇到了正牌虎服 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 虎服二人更是二连猛低 一个剑步就要冲上去正面刚 毕竟这年代 使用肖像是要副版全废的 只见胖虎骂一句 大熊就学一句 只好用自己的蹲位站在了中间 因为他已有了简单粗暴印 和有效的辨别方案 那就是开牙 毕竟伪装者可是有着一口大成牙 此招一出 大熊顿时慌了 一脚地板油直接开溜 还顺手甩出虎服二人的人皮肤时 将小多拉砸了个人羊马帆 既然因招必定被识破 大熊便准备来点羊毛 直接带着士修躲到了静香家 作为高质量主妇 静香亲手为两人制作了冰淇淋 可一口下毒 两人顿时被冻到惊叫 看着两人再不止疼就要原地生田 静香连忙去取止痛药 与此同时 小多拉也杀到了这里 为了不让两人再次逃跑 多拉美决定来点阴间操作 他们暗中找到静香 并向她解释了状况 静香表示全力配合 她将大熊两人带到楼下 然后指着一间不曾在家中出现过的房间 表示门后有惊喜 就在大熊打开门的瞬间 小多拉一个被刺 就将两人送到了牙科医院 他们这才意识到是遇到高丸了 而刚才进入的怪异之门 正是多拉美的任意门 眼看小多拉两人荤素搭配 今天吃定了自己 大熊只好使出最油腻的球猫手法 希望她能牙下流人 其料两人的这波行为 近以来同样前来看牙的小孩的嘲讽 正所谓不争馒头正面子 大熊两人立马换了副嘴脸 表示今天就休牙 谁俩我跟谁急 看来她今天还是南淘店巨钻牙的命运了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大熊化身套马的汉子 想威武雄壮 可却亲手把自己的今生所爱 送到了矮富帅的面前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大风呼啸的冬天 没有比在自家烤火更悠闲自在的了 可这一切都被镜像的一声呼唤打断了 让大熊帮捡羽毛球 大熊想都没想就让蓝胖子去捡 但大冬天谁爱动啊 蓝胖子拿出磨绳 然后查找对应的曲谱 就吹了起来 这间绳子从罐子中盘旋而出 慢慢来到窗外 抓住羽毛球 送到了镜箱面前 而后绳子又乖乖地回到了罐子里 大熊还没整明白原理 让蓝胖子再来一次 这一次 蓝胖子盯上了自己家的点心 绳子穿过漫长的走廊 明目胀胆地当着老妈的面坐案 拿回了点心 吃着偷来的铜锣烧 大熊也想练练手 翻到作业的曲谱 就要来上一曲 可大熊吹得太烂 被绳子处于边形 再吹一次又因为气不足 被掀翻在地 但只要能偷懒 大熊就不会放弃 这一次终于成功 作业分分钟被做完 要是这股努力的劲 用在学习上该多好 这时 家庭主妇竟然因为 不会打包犯起了仇 大熊化身大笑子 吹起鼻子 轻轻松松 帮老妈完成了打包 大熊认为 有这么方便的道具 不用绝对脑子有问题 说着就吹起套锁子曲子 要套个媳妇回来 惊香莫名其妙被套起 飞越大街小巷 可大熊这面又气血不足 亲手把媳妇 送到了矮富帅的家中 大熊的这波操作 给蓝胖子都看傻了 担心此时的镜香 可能已经摔成肉饼了 此时的小夫也是一脸震惊 喜欢泡澡 也不用来我家鱼塘里泡吧 镜香火震湿漉漉地往家走 竟然在自家门口 看到犯人骑着犯罪工具 前来不打自招 就气不打一处来 感觉自己要助孤生了 大熊决定挽救一下 可没想到 绳子竟然也是一个老司机 还没名其余 帮镜香晒衣服 大熊厚着脸皮 跟在满脸怒气的镜香身后 来到空地 蓝胖子吹出个蹦床 镜香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蓝胖子吹了足足十分钟 终于顶不住了 给大熊摔了个屁五蹲 只能换大熊来吹 这次轮到蓝胖子 无限唱玩了 可大熊突然吹得 比窜息还快 蓝胖子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送上了天 小风那边还在跟胖虎说 天上掉下个镜香妹 下一秒 蓝胖子化身炸弹猫 来了个亲身教学 眼看头顶一米高的大包 胖虎怎么可能放过蓝胖子 眼看大熊就在前方 蓝胖子玩命呼救 大熊吹起笛子 决定化笛为友 胖虎玩得相当自憨 可大熊一个大喷嚏 直接甩飞胖虎 这下胖虎更不能放过两人了 大熊已经没有力气吹笛子了 蓝胖子接过命运的笛子 绳子幻化成马 在这两人逃出生天 可蓝胖子也有点气血不足了 此时小夫听到了笛声 只见他膀胱一扫 发现了倒挂进攻的两人 拿出剪刀就是一剪 大熊两人狠狠摔在地上 大熊又吹起了套索曲 可小夫剪刀在手绳子我剪 大熊决定来拨必杀技 吹手龙卷风 可大熊这水平 根本吹不出肖帮的寂寞 大熊每吹一句 蓝胖子就挨一次鞭打 大熊终于体力不支 笛子掉落 落入胖虎手中 二话不说就照着曲谱吹了起来 曲谱自己捆成了粽子 原来是吹了捆绑的曲子 道具好用也不要贪用哟 那么小伙伴们觉得 这个道具应该出自哪个国家呢 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爽的平行事件 因为区区一块钱就能扫平整个商场 众所周知熊哥除了傻就是穷 但运气还是有那么一丢丢 看到书中惊献的一万块 梁小枝赶紧掏出确定做梦机 给自己掐到原地飞升 才愿意相信这不是土豪梦 可就在要出门买买买时 爸妈的谈话却让他不淡定了 原来在几十年前 拥有一块钱都能被称作爆发户 因为那时候还有更小的伎量单位 在过去一块钱等于十毛 一毛又等于十分 大雄只感叹自己生错了年代 否则凭借手中这张票子 就是下一个马云爸妈 但小多拉有个因果道具 大雄用他将世界改变成物价 还十分便宜的年代 瞬间世界一片安静 而大雄也在下一秒杀到了书店 大手一挥就包下了整套漫画 结果一结账只需四分钱 虽然大雄算不明白这么复杂的数学 但如果把一元钱 可以买到的漫画数量换算出来 那简直不要太富有 可当大雄拿着巨款要付账时 却直接击垮了创业老板的内心房线 估计那么多钢绷这个店都装不下 两人只好转站玩具店 这次他们学金了 包下了整个店铺 可当大雄掏出票子时 没开二度地捏碎了老板的心 收银机也因为数不够给蛋报费了 世界上最痛苦的是 莫过于自己是个富豪却没零钱可花 大雄原本还想打赏小多拉一块钱的呢 要知道那可是能够买上千个铜锣烧的巨款呢 吃货的动力让小多拉瞬间智商上线 两人来到银行换了零钱 并因为爆发户体制成了银行的高端VIP 自从有零钱可花了 大雄觉得双腿也能提前退休了 走哪必须都要专车接送 他首先当了回大孝子送了爸妈一堆高端货 接着不断网购 就算家里放不下那也完全不算是 只要去银行再换点零钱 然后用钱砸到邻居搬家 仓库不就有了吗 接着大雄用一架巨型玩具飞机 开始了他的收小弟之旅 毕竟没有哪个人类幼崽能抵抗住玩具的诱惑 如果觉得还不够刺激 那就买到刺激为止 这波除了花钱啥也不会的操作 直接将大雄变成了神一样的存在 他还请来了整个城市的大厨 在空地打造起了美食节 可就是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好男人 却引来了小夫的不满 他警告大雄前是如恶魔一样可怕的东西 虽然胖虎认为这是小夫丢了第一土豪称号后的嫉妒 可小夫的话却如同屈之不散的梦眼环绕在大雄耳盘 迫使大雄不得不回家看看情况 此时的大雄家已排成了车水马龙 各种商家都想在大雄家大赚一笔 而更可怕的还在后头 比如拿铁铲打劫的 又比如驱车绑架的 又或者开直升飞机来抢人的某国特种兵 这下大雄给自己玩皮刹了 他熬的一嗓子冲回家 将世界又变回了原样 此时的一本漫画就要四百九 估计买几样东西一万块就连毛都不剩了 本来就流年不利天天水泥 大雄还偏在这时来了个平地摔钱撒了一地 为了寻回一块钱巨款 掏马桶又算了神马东西 贯穿整个故事我们不难发现 突然报复后的巨大改变常常会令人迷失自我 只有一直含着金汤勺的小夫在这场游戏中全身而退 而世界上又有许多东西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 比如友情又比如爱情 所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会让一个人走得更远 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 利弊房间内爆发海啸 而原因竟是因为一艘小小的瓶中船 就在刚刚 财大气粗的叔叔来看大雄 并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艘瓶中船送给他装逼 此话一出 大雄顿时开启大眼特效 表示这个逼自己装定了 至于瓶中船是如何制作而成 其实就是先把零件塞进瓶中 再用镊子组装即可 虽然看似简单 却十分考验一个人的毅力 于是大雄二话不说就想把他送给媳妇 可两人一猫相聚空地 正要递交彩礼 小夫就带着胖虎前来拆散情侣了 毕竟如果瓶中船都能当彩礼的话 那静香他志在必得 因为他家中的瓶中船又粗又大 你就说哪个妹子能不喜欢 看着静香移情别恋原地改嫁 大雄被气到开启夫嘴特效 让小多拉麻溜涛道具 帮自己重新夺回今生所爱 毕竟自己不能跟静香结婚 小多拉可就是别人家的喵啊 于是小多拉决定收集空地 帮自己夺回嫂子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小夫全程倾听了他们要干的那些破事 所以当他们回到家跟老妈请示 蹲蹲蹲干光一向快乐肥斩水后 小夫这个老鹰逼就找上了门 跟熊妈举报今天的作业多到不睡都够强能喜欢 关键这么离谱的谎话 熊妈还真就信了 于是下一秒 老妈直接找上大雄 二话不说就表示小夫举报了他 不管有没有作业都得给我回房间写作业 既然小夫不讲武德搞偷袭 小多拉便决定玩点阴招 他带着大雄来到空底 在墙上打造了个秘密房间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波骚操作又被小夫撞见 进入密室后 小多拉拿出了瓶中船制造套装 只需将喷嘴插入瓶口 接着在雷达中找到船只 最后按下捕捉按钮 瓶中就会无中生传 当然 这只是捕捉到的船只的缩小复制品而已 接着大雄上手给瓶子塞入喷嘴 然后雷达上寻找船只 其料雷达上竟出现一群船 小多拉本以为难不成遇到了外星人偷袭地球 但没想到在大雄按下捕捉按钮后 竟出现了一艘公园里的情侣小船 关键这船桨还会自动旋转 据小多拉分析 捕捉到的船会保持捕捉时的状态 这下大雄彻底玩上了头 一番雷达扫描后 结果来了艘观光船 为了让大雄可以来搜高大上 小多拉劝他想想竞相来些动力 想媳妇这事还不简单 只见大雄这次一发入魂 来了艘超级豪华游轮 但瓶中船的意境只有翻船才能完美拿捏 于是小多拉为机器添加了时光机功能 准备回到过去捞船 可手中的空瓶早就被两人玩光了 只能回家去去 却没看到门后藏了个千年老鹰逼 小夫将密室原地打包 再加倍了足足上千个瓶子 简单了解了二手道具的基本操作后 他就准备造一艘直接拿捏妹子的高端瓶中船 只见他随手一艘 就是一艘维京号 接着又是诺亚方舟 还有奥罗杰克讯号 可小夫举着瓶中船 挑选要用哪艘当聘礼师 没想到几艘战舰进步欧起来 另一面的大雄刚喝出星空瓶 就发现空地上的密室莫名消失 用脚响也知道是小夫的杰作 可当两人找上门时 小夫进一个爆破冲了出来 原来瓶中的海水看似很少 但瓶子一破就会连接海洋 那么小夫家的别墅还能保住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大雄不要敬香了 就跟球传出了绯闻 一起泡澡澡 一起睡觉觉 难不成这球还能给生麻 有的猫只想安静地吃上胖子 有的运动废柴 却想当最强王者 直到误伤了蓝胖子 看着蓝胖子不省人事 大雄终于道出了心事 团队赛输了 可这锅都成了大雄一人的 胖虎乖大雄老三阵出局 大雄去怪胖虎投球太差 真是蹬鼻子上脸不要命了 胖虎气道身高暴涨40米 要跟大雄来场生死对决 而到对决只有一周时间了 虽然练不练 结局都要是胖虎的拳头 既然结局只有一个 大雄还不如自暴自弃 为了大雄必胜 蓝胖子拿出培养手筋 区区手筋如何能赢胖虎 直接蓝胖子虔诚地擦着球 口念咒语 奔曲吧奔曲吧 两奥跑到对面 小球一抛 看似平平无奇的直线球 大雄竟然没接住 这就是蓝胖子刚才念经的效果 只要大雄虔诚地练习 道具就会越来越听话 培养一个球 这简直就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但大雄只能乖乖照做 苦方人看着念经的大雄 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空地上的大雄依然半信半疑 但效果不会骗人 看到准头高了 大雄觉得自己稳了 蓝胖子来到空地 大雄正努力修行 这一发命中的技术 就给蓝胖子看呆了 硬点投射 大雄也可以是名技术流 稳了稳了 绝对稳了 在大雄睡觉时 棒雄却发出了诡异的光芒 雄虎二人针锋相对 都觉得自己是最强王者 但小风是个人精 看出了今天的大雄不一样 喊来媳妇当助手 要展现小学生的男子气概 虎方人被想打探迪行 其中大雄的球技 依然离谱得很 回家练习又误伤了蓝胖子 还甩过蓝胖子的二手道具 不好用 但真相是大雄三秒真男人 三天擦球两天偷懒 大雄要反击了 反重力上台阶 牛顿来了都得翘起棺材板 四两勃千斤 棒球拉轮胎 大雄把棒球当宝宝 一起泡澡 一起睡觉 大雄自信满满 潇洒地走出两步 就遇到媳妇忘带 要是无家可归 但大雄膀胱一扫 看到窗户有漏洞 一发投射 棒球各种风骚走位 帮媳妇打开了家门 棒球开瓶盖 这发往上绝对能一夜 涨粉超百万 摘柿子 也是一手绝活 公园旁的工地上 一辆吊车正在施工 而蓝胖子陪大雄 坐着决战前的训练 虽然周围腰风大作 但为了让胖虎扑街 大雄只能笨鸟先飞 可风力实在太大 眼看蓝胖子 要被压成二围猫 大雄出手了 棒球燃着火光 冲向吊车 大雄一声呐喊 小雄四两拨千斤 救下了投影如铁的蓝胖子 蓝胖子都惊呆了 没想到大雄 竟会成长到如此地步 胖虎折着大棒 想把大雄吹成吉娃娃 大雄就闪亮登场 要让胖虎见识自己的魔球 虎发二人就位 其了大雄一发投射 却投了个寂寞 但这东西才开始 大雄不讲武德 说好的比棒球 不是比棒球的大小啊 那么让小伙伴们来培养的话 会培养什么物品呢